公元前257年 秦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赵王派平原军到楚国去请求援兵 同时缔结联合抗秦的盟运 平原军决定带20个文武双全的勇士铜去 但挑来挑去还却一个人 后来一个名叫毛岁的门客自己推荐自己 平原军觉得平时对他毫无印象 拷问了他一番后 勉强地同意他一起去 貌不出众 语不惊人的毛岁 其实是个能言善辩的人 到楚国后 他和同行的十九人谈论起天下大事 头头是道 大家对他的学问和辩才都佩服不已 平原军与楚平王会谈那天 两人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 还未谈出结果 门客们十分焦急 毛岁便自告奋勇上殿去看看情况 毛岁按着剑从容不迫地走上了台阶 楚王瞧不起他 要他退下去 他却紧握剑柄 大步走到楚王面前说 大王敢当着我主人的面对我如此无礼 不过是倚仗储君人多势众罢了 但现在您给我距离不到十步 大王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 储君再多也没有用 接着毛岁义政词严的从历史到现实分析了楚 秦两国的关系 说明赵国派使臣来缔约联合抗秦 乃是为了救助楚国 而不只是为了赵国自己 楚王觉得毛岁说得有理 与平原军一起举行了缔约仪式 就这样 联合抗秦的大事圆满办成 平原军带一行人回到赵国后 和人谈起毛岁这次的功劳 感慨万分地说 我今后再也不敢谈论识别人才的事了 我识别过的人才 多达上千人 少说也有几百人 自以为天下真有本事的人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但却偏偏没有识别出毛岁先生的才干 毛先生一到楚国 就是赵国的地位 重于九鼎等国宝 毛先生对楚王的那一席话 胜过了百万雄师 从此 毛岁受到了平原军的重用 被奉为上宾 后来 三寸之舌这一成语 用来形容能言善变 都以为你会出来的 一些销声 需要用来形容能言善变